說回近來烏克蘭東部四個地區公投 公投結果出來都是一面倒,贊成獨立 也是普京打算宣佈將這四個國家納入俄羅斯 有什麼反應呢?外界當然是譴責 當然譴責最大的聲音就是美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說 不容許一些國家,就是指俄羅斯 隨意改變其他國家的一些邊界的領土 他指烏冬這四個國家,公投這四個國家 他說你不可以用武力,你會違反國際秩序 你要尊重這個國家的主權,這個是今年2022年 最近應該是 布林肯公開譴責俄羅斯 發動烏冬四個公投 一些言論 那好了,有人再問他 喂 拿回2021年的一個訪問出來 2021年呢 當時布林肯年輕很多 過去一年都老了很多 每天都想想怎樣說謊 怎樣用一個錯誤一個謊言,掩飾另一個謊言 他工作應該挺辛苦的 2021年他說什麼呢 他問他 以色列 以色列佔領了敘利亞的窩蘭高地 很久了 很多年了 你怎麼看呢 你說 尊重國家主權 國與國 這個國家不要侵略第一國家 去搶別人的地 這些就是所謂國際秩序 2021年有人問他關於 以色列搶了 敘利亞的窩蘭高地 幾十年 五十多年 你怎麼看呢 那布林肯立即回答 他第一句已經是 爆笑了,為什麼說 他說 Leaving aside the legalities of the pressure 他說 撇除了 合法的 這個問題 合不合法這個問題 首先他們說 不要說合不合法 不要說以色列搶了敘利亞的 窩蘭高地幾十年 不要說合不合法這個問題 我們不說法律的 任他說 他認為不說就不說 他就說撇除了 合不合法這件事 他說 窩蘭高地對以色列是很重要的 只要敘利亞的總統依然是阿薩德 那就很重要了 看看敘利亞的總統是誰 敘利亞的總統 1970年到2000年 就是哈菲茲阿薩德 這個就是爸爸 2000年開始 阿薩德的兒子 巴薩爾阿薩德 就是繼承 他爸爸就做了敘利亞的總統 直至到現在 布林肯的意思是說 只要阿薩德這個總統還在統治敘利亞 那窩蘭高地 就是對以色列很重要 所以以色列侵佔敘利亞的窩蘭高地 就是有必要的 我們看看窩蘭高地在哪裡 敘利亞就在這裡 以色列在這裡 波蘭高地就是中間一個高原的地方 說一點點歷史 1967年第3次中東戰爭期間 以色列就佔領 這個波蘭高地 就併入這個北部區 當時 聯合國就設置了一個緩衝區 這個地方 聯合國就把它分為三個部份 一個部份就是敘利亞 一個部份就是以色列 一個部份就是聯合國的維持和平部隊的緩衝區 因為其實之前呢 都打了很久的了 1941年呢 敘利亞獨立 之後呢 打了幾十年呢 都是關於這個地的 1948年就是以色列獨立 那他其實打一路打就越佔領了這個高地 為什麼呢 他就說呢 因為這個高地 可以在敘利亞 本來是敘利亞的嘛 他說這個高地可以在敘利亞 撫陷以色列 可以看到 從高去看到以色列 所以戰略上呢 對以色列很重要 另外呢 敘利亞呢 就曾經是 在這個地方 波蘭高地 建造一些軍事設施 以及想阻折一個 約旦河流去 以色列 如果約旦河流不到去以色列 可以說對以色列的經濟很大影響 所以以色列就要佔領這裏 打敘利亞就佔領這裏 佔領了 不過呢 到現在呢 是說的是 五十多年啊 原來已經佔領了 佔領了之後呢 繼續有戰事 跟著呢 就剛才我所說了 1973年呢 打到第四次的中東戰爭 好了 到1974年呢 雙方達成協議了 就由聯合國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了 把這個地區分為三部份 中間部份呢 就是聯合國的軍隊 進駐 一直到現在呢 都是在互相 就是 珍持著 關於這個地 但是五十多年以來呢 原則上呢 就已經是 主要都是由以色列去控制了的了 就是敘利亞的人呢 本來在倭蘭高地的人呢 大部分都走了的了 所以現在呢 到今時今日呢 以色列搶了敘利亞這塊地呢 沒有人管的 所以布林肯還說呢 因為這塊地對 以色列很重要 所以他要搶 喂 那還不重要一件事呢 因為這塊地是敘利亞的嘛 是不是 那你就是違反國際秩序 等於一隻布林肯所說的 那麼他現在想 現在說的 譬如 烏東四個國 其實可能 對於俄羅斯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烏東四個國家 大部分都是俄羅斯裏的人 那麼 過去那幾年 一直都受著俄羅斯的軍隊的 就是這個 烏克蘭的軍隊的 軍政府的軍隊的騷擾 俄羅斯也可以說 烏東四個地區 為了 當地的俄羅斯人著想 所以呢 發動公投 也是合理的 對俄羅斯也很重要 對俄羅斯人也很重要 那麼這個是不是又是可以說得通呢 但是布林肯當然是說說不通啦 總之他就說呢 俄羅斯侵佔烏東不合理 以色列侵佔敘利亞的波蘭高地 就是合理 因為這塊地 對 以色列是重要 這個就是 美國現在的雙重標準 我們都見怪不怪的了 好,接著說第2個題目 說回我們的 傻巴田 我想大家都如果有看我們節目都記得了 卓惠斯和 辛偉成爭造首相的時候 盧社長 和我都在這裡說過了 就說這個傻巴田 就是之前他做外相的時候亂說話 地圖都搞不清 已經知道他都不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但是現在 英國的政府就是這樣的 這個政制 當約翰遜 落台之後 不需要再選 因為 只要在保守黨裏面 找一個黨魁 那個黨魁就自動成為首相 這麼荒謬 這個就是現在英國的荒謬地方 荒謬自然 就會選出一些 荒謬的人 荒謬自然 當時 就算贏了辛偉成也好 其實他第一次 在保守黨裏面的 票數只有三分一而已 支持度都是不高的 到最後的 當然了 剩下兩個時候 他就大幅度贏了辛偉成 有些人就會說 不是辛偉成能力不夠 主要是辛偉成的膚色問題 有些人就這樣說 如果是這樣就大件事了 就是說 沒得選 沒得選就唯有選一個白人 那白人就唯有選這個卓維斯 卓維斯有什麼政績呢 厲害 彭博社報導 9月30日 一個民調顯示 民意調查 有5,000名受訪的英國人當中 有51% 表示上任僅僅3個星期的卓維斯 應該辭職 只有四分一的人 25%認為他應該留任 另外 還有54%的受訪者 認為財政大臣 黑玉藤應該辭職 這個財政大臣 在卓維斯上台之後 究竟做了什麼呢 他就發佈了政府的所謂迷理預算 大規模減稅 結果引發金融市場動盪 還有對外界對英國 披擊 使得市場 拋售 英國的股票 和英國的國債 使得形勢非常緊張 減稅 那些大規模的 所謂刺激刺 措施 在能源方面 付600多億英鎊 去幫市民 付能源的 帳單 你全部都是花錢的 總共整個計劃 就是未來五年 花1610億英鎊 包括減稅和能源方面的補貼 你減稅補貼 你有沒有一些方法去 開源截流 有沒有說增加收入 或者減少開支 你要同時執行才行的 你只是說減稅就行了 或者是 總之是發債 那你 又沒有一個相應的措施 去減這個開支 或者增加收入 那只是會增加這個 市場的債 即是國債的供應 英國的國債供應 那你變成債券就會下跌 因為你沒有一個計劃去平衡 所以英鎊結果跌到 一英鎊對1.0327美金 紀錄新低 然後 大件事 整個金融市場 由英國開始動盪 不單止影響英國股市 美國股市 甚至乎香港股市 都受影響的 就是 過去那個 個幾禮拜之前 那好了 立刻英倫銀行 立刻 出來 補獲 入市 就說無限量購買 英國的短期債 短期國債 好了 英鎊就回穩 反彈回去 1. 一個英鎊對1.17 1.117的美金 即今天 今天早上 但是問題是 如果英鎊銀行說無限量購買短債 那這些錢從哪裡來呢 結果又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說你有沒有一個計劃 增加收入 或者減少開支 你做了那麼多事情 不是說你想學戴卓爾夫人就學到 戴卓爾夫人當年就是這樣 一上台之後 就大刀闊斧 但是當時和今時又不同往日 現在形勢不同 還有 現在形勢更加緊張 以及在高通脹的環境之下 另外就是 國際形勢都相當緊張 不是說你照搬就可以了 好了 結果 英國的股市和債市 曾經蒸發了 最少5000億美金 現在是稍稍回穩 但是呢 反彈都是 相信只是一個反彈 最慘的是原來保守黨 那個支持率大幅下跌 那個支持率就是跌到 低於30% 現在僅僅只剩下28% 支持保守黨 而對手 工黨 厲害了 不用做事 人家形容是什麼 躺贏 睡在這裡也贏 什麼都沒有做 支持率就 升到43% 是接近20年以來的新高 如果是這樣搞的話 下次 英國再大選的話 下次就沒那麼快 下次 工黨 隨時是 拿回 主導權 保守黨都可能會失勢 如果根據現在的調查顯示 另外國際社會都對英國這次 突然間的大刀斧斧減稅 這個是非常不滿的 國際貨幣基金會 敦促卓維斯 麻煩你調整相關的政策 就批評卓維斯對一個發達國家經濟政策 這個是進行了一個 可以說說很少可的干預 連國際貨幣基金會都看不過眼 覺得卓維斯做得很差 好了 這個就是 卓維斯上場之後 我們看到一個 攬炭子 當然他腳頭又不好 一上場之後 英女王就過身了 都是一個非常不好的 笑頭 也都凸顯了 這個傻白田 能力是有所不足 那就可惜 政界英國的所謂 自由民主 當然美國也是 就是 選出來的人 就不是為人民去 求福祉的 只是為了 黨與黨之間的鬥爭 甚至乎是黨內的鬥爭 而最後 就是 害了的都是一般的市民的利益 大家好 和大家介紹一下 巴士的步石樓台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 我們希望石樓台 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 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 我李同 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 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 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